女孩拿了根半米长的蜡烛走了出来 轻轻拨动电线 点拦了蜡烛 然后坐上电梯 拉动开关 嗖的一声飞了上去 打开门后 钻了出来 坐到桌边想蹭会电视看看 没想到男孩竟然关掉了 小美刚打算离开 一不留神碰到了玩偶 还惊动了大壮 她看到小人后 倒出铅笔拿着盒子跑了过去 可什么都没看到 等大壮离开后 小美悄悄走了过去 想拿回蜡烛 没想到大壮突然出现 他转身就跑 可被盒子罩住了 然后到路存钱罐里 大壮说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然后就把他放了回去 这个男人带上清枕器 拿起锤子 在墙上轻轻凿了起来 他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不过这一切却被俩小人看到了 忽然他咧嘴一笑 扔起锤子把墙凿了个大洞 里面竟然藏了个保险箱 轻轻转动齿轮 只听咔的一声响 男人打开门后 拿出一个盒子 掀开盖子 取出一张纸 这竟然是男人欠下的百万欠条 今天终于找到了 他拿起大火机 想把纸烧掉 可发现没气了 然后找到了火柴 可一转身 发现纸居然动了起来 他眨了眨眼睛 纸还在继续移动 原来是被小人拖着 然后拽进了通风口里 汉子这时才跑了过来 却为时已晚 他仔细一瞅 发现里面黑乎乎的 什么也看不清 拿出听诊器放到上面 竟然听到有人在说话 于是他拿起锤子 倒进了地板里